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們是豬領 又懷疑 咳到石頭 繼續賴死不走的何故 上一集我們講完最歷史深遠的三個字心 跟著的三個系列 我們會著重的是拿回它的特色來講 因為之後那些沒有去到第三代那麼經典 突破 其實第四代最突破的一件事 就是限制了一件事 每個月可以做的次數是有限的 那你公平了很多 如果你人多就可以做好多的話 那不對 第三代就是更人數 總之我人多就是旺 但其實是合理的 應該是人多就好辦事 所以其實這個裝置 大家用家據聞的評價很低 因為大家三代玩那個人是吸星的 沒錯 我們吸了七十多人的時候 我們做什麼都行 我們從第二代開始就吸星大發 應該說 第四代裏面 它將所謂的內政那些 變成一個持續模式的行為 你要是放一些人下去 然後它就會隨著時間和資金慢慢去提升 是哪個 哪一代開始是可以 委任過太守的東西 第三代 也有 第三代可以委任太守 一叫太守 又叫整個成叫 對 我很喜歡這樣 其實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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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大他都是寫這樣寫的 裏布為什麼突然間會突然間捉到槽槍 就是因為他叫整個大手槍 那這也是有陳公的 有陳公他算到第365部 又算三個月後的事 但是在山頂算的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第四代有一個重要的 他將一個叫做軍事和內政的部分 再細 就是有軍師和時鐘 時鐘就是管內政的 即一些內政的問題 就會由時鐘回答你 將文官再細分 是的 因為戰略部份 其實第三代已經超前了很多 其實你可以玩 所以第四代他就著意 就是內政的部分 如何處理它 嗯嗯 這個是好 這次代是否加了 給多少錢 然後開發多少個月 那個系統 這個很想問 這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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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去到三代 大家會覺得很煩 每個月都要這樣開發 然後我覺得這個設計是大的 其實第三代 所謂的運填系統 其實是合理的 團填系統 收割完之後當然是沒有的 你都收割了 是很合理的 但是所謂的現實 合理性和遊戲性 是什麼樣的 始終它在數據上 你這樣說是越來越複雜的 如果我最初 好像第一、二代的時候 一個大餅 我不要理它水還是山 還是平原 就是最容易做 後來那個情況就是 我說知道你怎樣 總之每個月定期有良出 就不要記春天還是夏天 要加上這些元素 它電腦的邏輯就很複雜 第四集最大心化 其實內政就是 你會看到 在做內政的時候 有些小公仔在做買賣 或者在挖田 你會知道 就是你的城 逐步在興建 這方面其實是一個 在內政 第四集最主要是深化了這件事 還有你說戰爭方面 它就將戰爭再細分 劃成兩步 野戰和乘下戰 打兩次 而乘下戰這裏就涉及了內政的東西 所謂乘場的內久度 就由這一代開始確立 HP 大家最痛恨的打城門 不斷撞 撞到 撞到 你也不用撞到 一人了解到的就是 公平是很浪費兵力的事 還有抗日持久戰 可以玩到 我再告訴大家 大家是錯了 城牆的建立 你明白 你已經遇到被人攻 那怎會整個大門 在正中間被人攻 整個大門 那一收就斷大戰 其實以我有限的理解 古代的外場 它不會是大大的正門對著外面 它是兩側的進去 還有一個戶城 還有一個內石 還有一個外石 還有一個戶城河 如果是正面那些 它多數是隔了一條戶城河 或隔了一段距離 之後再放動門 是上的 好像過橋 那些這樣放的 就不像現在看到那些 是左右兩山門那些 即是前面有一條戶城河 但是戶城河上面有一條橋 那些才是為之經典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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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到這些設計 或者可以說是史實向 反而我覺得 我不知道之前那代有沒有 因為我是第九代開始玩的 是 你終於回來 但第九代我記得它的城牆 因為兵器可以上城牆 射箭的嘛 是的 但是我記得那些地方是比較寬 比較像史實的一種所謂的旅場設計 嗯 旅場即是簡單說 就是城牆有一個位置凸出來 是的 可以被兵器站在那裡射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樣 就是 在凸出來的位置的兩側左右 才是入口的門 這些 當然你說 第四代 這些是太深化的 太戰略性了 其實 很難說去導入在遊戲性方面 當然其實它都可以站在城牆上去射 射對方或者落石那些計策 都有存在的 但是第四代有一個比較吊軌的模式 是 如果你派對兵在城牆上面的話 如果下方沒有踏跳上去 你是不能跳下來的 那正常的 好人好車 正常跳下去 做甚麼 甚麼油繩下來的 我記得是 跳下去 一隊兵是沒有方法 你真是U針賣針 是沒有方法 是可以落到城下面 即是出陣 沒有這件事 好人好車 在城裡面 又一補進去把握 這麼看不開 這麼看不開 你真是打野戰 你又亂入了 我繼續亂入 還有我想問 當時有沒有一個叫指為不公 甚麼指為不公 圍城 只是圍城而不公 就要撤退 然後輸了 有自己的客人 就是輸了 聽數完之後就讀輸了 其實沒有 那個系統還沒有 那個系統還沒有 我問過 因為我和暗黑都是用了一個吸聲大法 破機的人 所以我想 其實最簡單的 就好像無邪那樣說 我等他彈盡量絕 開城投降 其實這個由第三代開始 其實是會用月計方式的 就是他會打一個三十回合的戰鬥 三十回合內 如果攻方不能夠攻破對方的城門 或者殲滅對方 就會當攻方輸 簡直說 那時候那個系統 其實最好是攻守分明 簡直說 一個大的地圖 你攻那個城的時候 就進去那個遊戲 進去這個遊戲 就有三十回合給你打 一個戰鬥 後期身那些是即時的 你打一個城的同時 其實是要轉行長 你可以打另一個城 正常 我們幾年作戰 你說在武將上 都有一個突破 開始武將有技能 那你有什麼技能 你最印象深刻的 當年最強的技能 而不佔屈人之兵 當然是天變加火計 其實我當時調到阿俊用司馬爾 他後期五六的時候 他類似妖術的那些 神經病 後來後來就是妖術 那些是妖術師 他早期有些都是用計謀 令他混亂 但司馬爾那些 只是出了幻象 我喜歡什麼 那個去到五代 那些後來 我跳過了 中間令到你自相殘殺 這是很忠於原著的 因為原著裡 很多時候會用這個手段 曹操最拿手 所以後來近乎是妖術那些 令人非常著弱 應該說其實第四代 他是深化第三代的一些簡化 好像其實工程方面 工程沒有理由沒有工程車 其實要的 如果我們現在搞官道 官道都已經在元兆那邊 有些是戰台 他是踏到高樓在上面射箭 尖塔 另外還有一個霹靂車 霹靂車就是撞散 然後又投石車 然後下面又刮坑 變了敵道戰 對 那時候他很峰迴路轉 就是突然搞一些陷阱在下陷 那些很喜歡的 當年第四代最大的特報 就是威力加強 這個萬六的威力加強 光明的敲 騙錢能力在這裏大幅提升 那時候我覺得是合理的 其實他等於現在 有些台灣或者香港的歌手出碟 先出第一張 先出第一張 然後第二 同一張碟 就突然加多一張DVD 或者是哪個演唱會 那些 我比喻覺得是一月來的 當然 光明終於知道 中國四大明治是非常威力強大的 所以在第四集裏 除了可以創造新武將之外 在威力加強馬兩院 還加了什麼呢 水虎轉 108號 很慌 亂人 不用理會 但如果有馬二歲 最想加是紅樓木的十字 那麼差 當然也出過108魔性 去出過水虎轉 沒錯 這是基於信長的啟發 第六篇 水虎轉的遊戲 只剩下水虎轉的遊戲 只剩下資源 水虎轉不太賣 但是水虎轉不太賣 但是水虎轉不太賣 水虎轉不太賣 真的沒辦法 你不可以爭氣 三角的首輔程度 是另外三本書加起來的總和以上 因為那些年代開始 中國電腦方面就開始進入市場 即是他們開始普及 所以這一代對中國人而言 這一代才是他們的經驗 不是第三代是經典 而是第四代才是經典 你説是香港 國內 國內 國內就是去到第四集 他們奉第四集為一個經典 當時是中國版 三代都有 二有英文 二有英文 英文真是抄抄 接著到第五代 第五代 我講我欣賞的一個改變 陣法 即是開始武田八陣 即是魚鱗陣 追恆之陣 長蛇之陣 硬恆 方圓等等的陣式 都在遊戲裡 導入了裡面 當然 平衡上 是不平衡的 告訴你 但這就是武將的配合 其實這些遊戲 剛才說的 最初是個別 將武將的方法量化 再加上其他道具的配合 接著開始 另一個發展方向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配合 這是很正常的 而去到第五代 其實會有一個被人救病的問題 其實江榮一直 他未想到怎樣去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 就是當年 其實無論是在戰爭的佈局裡面 軍師或者民官 往往 帶兵方面 其實因為武力主導 武將帶兵 就是指標的分拆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分得很開 就是指標就是關於自力線 這個策略的問題 但是 不是組織力 不是組織力 但是很老實的 你如果不能夠給一個軍師 或者一個自衛高的人 帶回特定的兵數上前 他未出到招戒 就已經被人捨死了 這個其實就是 等於現在 大家去做一個遊戲 你應該要想就是 你等於最簡單 因為他們用了單挑的概念 而不是用了帶兵的概念 總之就是武將先走 但是其實 對於正常來說 你要先走 不是 其實重點是看陣法 你控制團隊的能力 比個人的戰鬥力大 正正就是這件事 江榮並不是沒有留意這件事 在第三代 其實他導入了一個數值的 叫銅術 銅術這個力量 其實是關乎整個兵的攻擊力 當然 因為佔的比例是太少 所以最後都是武力主導 而第四代 即是他沒有去身份人質 而第五代 他希望用陣法 其實某個程度上 他是成功的 因為其實陣法 會很影響所謂的基礎能力 就是好像光源之陣的 他屬於一個防守型的陣法 你可以配備一些 叫做武力比較低的 武將 武將 有用的 其實處理方法是好的 江榮並不是沒有留意 也不是坊間說他沒有做這些問題 他是嘗試很多不同的方法 他怎樣可以令到這個問題 可以配合到他的戰爭 其實也是一個兩難局面 例如舉例 你呂布這些容易去處理 他戰力很厲害 但是他低能而同 然後開始定外 關羽和張飛 下後冤下後淳 他怎樣去做呢 如果你每一個武將 你只定一個方向的力量 已經很痛苦了 你同時有幾個指標 你重新設定所有的武將 那一刻就推土重來 就很嚴重了 其實你說武將方面 其實他每一代都有 根據 我想是他吸收經驗 其實每一代你都會見到 輪流有些微的變化 有些會比較大的 有些人大 你也會見到 世作群方面 都出現了所謂的喜好問題 他們開始喜歡呂布 呂布那個人 由第三代開始 其實你見到他的樣子 就會越變越英俊 在國化 不如說凋事 不好意思沒有這個角色 對 真是 真是慘 但正應還有一件事 就是兵種 因為早期的時候 大家的兵種 大家都是 總之撿了一些馬 突擊突擊再突擊 無指令去突擊 無趣的 射箭 最重要是射箭 追行之陣 大了 長射之陣走得最快 對 但是攻擊力不太好 追行之陣就是 沒有防疫 因為他們不需要防守 對 總之不斷突擊 但這個概念上是不錯的 因為他加了兵種和陣勢 相輔相成的效果 在戰略上多變了很多 對 但這個複雜了很多 會令到就是說 你可以去選擇不同的方式 去怎樣去配搭 因為可以根據你自己手上 有些什麼的武將 而去配搭什麼的陣營 這個也是為什麼 後面越玩越來的原因 但其實這個反而是 可以享受的 實際上 在我的立場 我寧願搞這些 都不要叫我去買米 買馬 那些 失業投資 大家都是想打仗 不是想經濟主導 不是想炒賣 炒賣不如自己看股票 正常來說 我作為一個很後期的玩家 你另一個還沒玩過 我都還沒玩過 如果你說說 我後期一些 放上去比較的話 其實本身每一種兵種 應該就是要平衡 你用哪種兵種打 都要打得贏 如果你說 可能我用馬 衝就衝得了 你用魔國骨 用馬衝就衝得了 要看看你的地形 那當然也是 你不要用馬 當然也是 如果你說 這個都很生氣 我可能打 尚養之夜望 我打一些比較新的 其實你會發覺 你用任何一個勢力 只要你配合得好 你配合你的國家 擅長的東西 你用功 去打贏 不用尚養 你又可以通促 就是武田騎兵 兩萬 兩萬 尚養之夜望 那個例子就是 誰拿著火槍誰就贏 有槍 當然 也要看久不久 那叫我 竹謙兵 打兩下 那叫我 冬天打 對 那怎樣呢 薯榮 你說 說完 鎮佛則 還有一些 武將 當然在第四代 越來越豐富 而還導入了這些 希望讓人更加了解 三角裏的官階制 而那時候 最令人想像是 君主 你可以由周牧 慢慢去提升 由成相 甚至將自己 變成皇帝 武將方面 就好像 奸奸將軍 神將軍 這些名字 導入了一個遊戲 無形忠誠 就算你對這個 軍階 不了解怎樣來 你也知道 哪個軍階 是比哪個軍階 為之高 其實是公明的 你要分封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那個優勢 人工都高了 其實分得ABCDE 級而已 你只是考到一個玩家 老實說 這些就是預料於學習 但是增加了他的真實感 對於玩家來說 因為倒入了那個年代的稱為 沒有理由 每個人來到 這個就是牽涉到制 我們要養著這群武將 錢 維持著他的忠誠度 所以這個 你給他一個虛涵 而這個虛涵 其實是掛了他的身份 掛了他的人工 這是一個好的指標 因為對於電腦來說 他都需要一些 ABCD來代表 如果ABCD 比一個真實和歷史有關的名字 這就更加好 去到這一節 去到第五代 其實某程度上 開始感受到壓力 因為本身 他背著三角等於江門這個命令 漢字是很風光 但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他每一代裏面 只要一失敗 只要一失敗 他就插水 正正就是 我們下一節講的 三個字六 正正是這個例子 我們下一節回來 好 正正是這個例子 我們下一節回來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漫武商 我們現在就要講這個 江榮在三個字封端之後的黑暗期 終於到一個暗的地方了 對 三個字六 這一節的 在我來講 它是三個字 是你裏面最失敗的一節 最悶的一節 又不是失敗的 他很擁場 很多事情要你解決 他大幅增加遊戲的內容 大幅令到一個遊戲過份繁複 就變成不是一個遊戲 其實遊戲用來增加 因為它變成不是一個 或者你應該這樣說 就是當時 這個九十年代 那個時候 其實太多遊戲去推出 他要怎樣去拿回 就是他要拿回主要人 或者是賺錢 因為賣的 他已經沒有當年那麼多了 其實就越來越降低了 其實他這一代 其實已經 這個年代 我記憶中就是 開始一些即時戰略的遊戲 都在外國興起了 其實 他的年代是1998年 應該是1998年 這個遊戲是1998年 應該是1998年 因為那時候 剛剛Windows 9 應該是 以電腦角度 是一個成長期 但是成長期換來 就是競爭對手的上升 而且玩家 開始追求多一點 要有一個即時的反應 就不像我們古代的玩家 看著數字 有你慢慢 慢慢跳 沒有問題 寂寞到夜深 慢慢跳出來 即時戰略 為何突然 那一段上 Command & Conquest 一出來爆 就因為大家 終於不用等電腦做事了 可以同時跟他競爭 你說當然 這個其實 江榮自己都有一部份責任 因為其實他在歷代的三個字裏面 其實你看到 他不是在技術方面 他沒有去很用心去說 他怎樣創新 或者是去研發一些新的技術 去令到遊戲進展 反而你說 他純粹都是說 加入一些歷史的元素裏面 或者一些創意去加強 去回到這裏 其實第六集這裏 他沒有能力 去做一個即時戰略 而他採用的方法是 三日制即時戰略 這個正正是這個遊戲系列 最失敗的地方 這裏面是三日制 其實我可以手手講一下 三日制裏講的一件事 你是要在一個回合裏面 下三日裏面的指令 而對方也會同時間下三日的指令 你們就說 你要去解讀對方 究竟他這個行軍暴陣究竟是怎樣的意思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美其名是行軍暴陣 實際上只是為一個狐吃的 那最簡單的 結果你還是要用一個數據上的東西 我戰鬥力比你 我贏你 人多比你容易贏你 否則你會說他很難搞的 類似當時RP主動落指令 我們都看著你 我想說 其實第六代有一個主題核心 天地人 這是我最喜歡的 天時地理任何 你問我 我先申報利益 四、五個時候我沒有玩 不知為何 我現在記憶中是玩六 所以剛才我講的記憶 所以剛才我可能有點錯了 我應該是六開始 你問我 我明白為何他要加這麼多東西 因為他覺得 就是要抵食夾大件 如果你是用以前的 只是劈 那就不滿足於劈 我們這些 好像中產 優皮 要做一下自己的決策 自己浪漫 是OK的 但只不過是太繁複 而天時地理人 這個我才是Buy的 剛才我所講的 你跟一個武將 像夏侯那些 當然是騎兵 但又打水戰 他就嚇死你 這個我覺得是OK的 應該這樣說 他想做了一件事 就是 以往歷代的三個字裏 其實頭五代裏 我們可控制的範圍 其實是很大的 基本上 其實就算 我已經統一了大半個中國 就算我在南邊的一個小城鎮 在攻擊 我都可以控制北方上的一些政策指令 其實對於一個現實來說 不合理的 你不會突然之間知道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你可以即時做一個對應 即時到有多少時間差 當然 我們頭五代的即時態 即是即時態 我們看完全局 我們神之視點 我們看完全局 什麼事 我們一眼 立即知道 他很追求的是什麼 真實 有時差 不是可以控制 就算在你旗下的武將 我覺得那一代 是沒有一個很實際的方法 去增加武將的忠誠度 嗯 都有 不可以不斷用錢收買 所以變成那個官階很重要 你給他一個身份 也有幫助 當你的團隊大了 你要控制地方 你的官階 老實說 乘上第一個 沒有理由 所以將軍 有很多將軍 前中左 前後 左右 在數百人的團隊裡面 這些職位 都只有一十多個 對 所以我試過 他們應該只有三十個位 像張軍偉 有一些就被除名 立即的程度跌了十幾 沒錯 這是很重要的 我叫敬人回來的時候 要放在裡面 最快的方法 令到他升這個程度 就是給官階 他 很正常的公司 太弱流強 那就走了 而你說這一代裡面 其實都做 雖然說 比我以為 歷代最立 最不好的三個職位 但是 其實他有一個 都叫什麼 偏天之以令諸侯 真正實現化 當年其實 頭五代 憲底 其實只是一個埃港圖 好像 爆肌都看不到他的樣子 沒有什麼地位 存在感很低 在這一代 他的天 有多數是指皇帝 對 有聖旨道 像當年董卓那樣東西 董卓 協天子是落藥 所有人都會賣你 賣官街嗎 過了我那邊先 會有這件事 好像當年曹操那樣 已經去許昌 都可以做這件事 當你協天子之後 你可以將天子移去一個 沒有什麼人 在你的 西日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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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牆 是一個道具 就是一個道具 其實是會有這方面 在天方面 他會做一些事情 而你說地方面 做地形 不同的戰生 就是像剛才那樣的 三回合式也好 一些策略裡面 你要一早去斷定一些計策 或者行軍路線 這方面都是屬於地形的 人就是剛才說武將 就是人和 當然每個武將都有不同的特色 好像從這代開始 有分是說 一個武將是膽小 有勇氣 有義理 那方面好像是從這代開始 好像有些性格取向 這代開始 不是單純一大堆數值的總合體 他不再是一個 勇猛 智慧 可能是一個數值很高的人 但是 原來這個人是玩骨 你說藝人 我記憶中好像這代有一個武將 我忘記了是不是藝人 就算加到去中城一百 他被人捉了 他照樣過 好像是偽然 其實這樣又是羅冠宗 害了姓魏 其實他們真的是國家動良 是眾神 真是很慘 算了 很多個都被羅冠宗做了 沒辦法 張飛很有錢 帥仔 沒錯 這是我堅持 所以我很喜歡用張飛 這代你說 可能最實際上令到人覺得失敗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太臭重了 所有事情都是 其實在潮流 因為之前那麽多代 都要追求真實些 再生就知道再真實些 來到這代 去到某個位置 捉招了 其實我覺得 我們都要負責任 因為我們貪心 沒錯 我們這些玩家 永遠都 但其實我們 這條什麼鬼 最後都是劈的 或是有吸聲大法用 那時候 都沒有了 這個都有 但是很複雜 不容易成功 不要說以前那麽爽 或者說 有一個系列 當你去到一個時間 就是他有一個固有的模式 你要再出突破的話 是要承受一定的風險 而這個一定的風險 就是當年 我想玩三個字幕裏面 最悲哀的事情 就是 當你以為 就快同一天下的時候 後面那傢伙搞叛亂 突然間弄了一個 而你現在忽快力突然間沒有了 這個很開心 你又要再重新去打 其實這個設計是很好的 出發點是好的 出發點是好的 很合理 亦都比較符合歷史的身材 但是 實際上那個玩家 就會覺得很煩厭 即是說 我臨滿一腳 原來被自己有產中 最初就是你委員 算不好了 當時是他管了一個棍 後來好像這樣 被這個棍去管 就大隻了 多數是叛變 你委任了一個太守之後 自然人家會挑釁他 勾搭他 這些 滿面的 對 然後 去到這裏 就是三個字緝 三個字緝 其實就加入了什麼 最大加入的RP專屬 嗯 其實就 你說加了後 是等於沒有加了 其實這一代 其實叫做什麼呢 炒很多爛飯 即是他 你看到的 每一代三個裏面 所有圖像 基本上全部都畫過 而一代 他是 偷了 偷了 有些圖是 改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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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 但 我記得好像不夠一年 就出了 這個是二千年產品 就是差一年多 譬如 比較鐵的 可能 上一代發現 不太行 馬上就 快馬加邊 快點加快 快點出一個Window 7 不過 其實也是 三國志 後來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都建基於 不同的Windows版本 所以 很多人說 三國志 騙錢 其實沒有辦法 是Bill Gates的問題 你為了 升格另外一個版本 那你為什麼不索性出一個新版本 所以三國志 出得那麼密 那段時間 就是另一個原因之一 那時候也是OS交接期 所以 所以 98 然後 以前 然後 差不多 XP上場 第七代 其實 一人最重大的 就是 你不再可以擔任一個君主 你可以擔任一個武長 在野或者在野 射走 這個是不是 他是信長 還是哪個遊戲 那個模式 吸收 這個信長 那個模式 對 一個 衍生就是說 他覺得這個系統終於成熟了 他希望倒入到三國志裏 嗯 都好的 你想一下 那麼多代 都只是用君主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其實 縱使我以一個結論性 一個遊戲性來說 我覺得三個字 六並不是一個好的系列 但其實他是為這一集鋪路 七這個 是 因為你要明白 如果你要 我們頭五代裏面 都是用一個君主的角度 去看這個 三個故事 但 如果 我用一個武將的話 我再不可以控制所有東西 所以其實三國志裏 某程度 而言 他需要 去細化了某些東西 或是去第七集 這個位置 鋪路 所以你說 以遊戲性來說 他是不足的 亦都是可以怪差的 但你應該去第七代 那個RPG的元素 說真的 結果 十居期七八 都會選擇君主 不是 我選擇 我選擇武將 是我們這些 爭氣才會搞武將 正路玩家一定是君主 因為要爆肌 明白 因為 其實 我想 有一個元素 就是 那時期 開始有很多 三個人的武將 為人認識 而 不再是君主 就是 很多時候 就說 好像我這樣 我喜歡張寮 我想張寮 同一天下 為什麼一定要在曹操旗下 為什麼一定要用曹操 所以我用到張寮 在曹操旁邊做一條馬 三年之後半邊 自己坐出去 其實很多人在三個節契的玩法就是 用自己心儀的武將 在裏面建立自己的勢力 就是和人交友 又有交友這個人 玩Facebook 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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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好 結果一鏟的時候 曹操旗 七成人全部都跟著你 對 一鏟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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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鏟 你又可以重演 因為我始終是三角志 應該是戰略 即是不要那麼多RPG 比較起來的 他是好伯伯 那一下我輯了這麼多志 因為我玩得比較少一隻 我相信有很多人會這樣想 因為如果你好像你比較像《塔立志傳》 我覺得他優勝的地方就是他的歷史是跟得很速的 《風神秀吉》的《在家》 《在家》 《在家》 《建立後宮》 《有馬爾》 全部都是跟得很速的 《塔立志傳》有一件事就是他有個譜給你走 就是你不一定要做武將的 例如做忍者 做其他事情 自由性很大是出現了RPG 但是《三角志》的情況就是你沒有選擇的 你只有做武將而已 或者這麼說 因為《三角志》的勢力 就算我讓你成為一個在野的武將 建立一個在野的勢力 這個勢力最終就是什麼呢 你最終的目標就是同一個中國 很難說你那個勢力裏面 那你就同一個中國了 那遊戲的目標 其實他可能這樣說 有馬爾已經建立後宮佳麗 這遊戲不是玩一個人生 而是一個過程 建立一個八個團的過程 是奮鬥的過程 我還記得當時 我記得怎樣想加經驗值 你是普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 做一些他派你的任務是沒有什麼用的 打仗是不是 打仗當然是實際的 因為你有機會發揮 起承都非常特製的 永遠是無風險帶超過的經驗值 一開會就不再建立 那裏是荒野來的 不要再建立才算 建立一個中國的國情 其實我突然覺得 很多大公司都是這樣的 我突然覺得那一刻是殘神 他生了國家自然 都建立一些無謂的東西 全部都用國家自然做自己的東西 當年就是這樣的 通常找一個最沒有軍師的國家 就去裡面等自己成為軍師 然後就向軍主說 這樣好一點的 其實他的錢 全部都落在你的格子裡 然後到那一刻 我就說 我還是走了 然後在那個勢力裡面 就說 你真的要走嗎 然後 我有自己的意向 我們再見 基本上 就說 我抽完水 那一條又應該反過來 韓都韓術 你真的走 你真是走 怎麼會是消害一下追韓術 因為欠了一條數 三個字裡面 這些很沒面的對方 你如果代回自己的心理 其實也很好 其實三個字也說 教壞小朋友有這個意思 教你這個做人 怎樣去欺欺別人 好錯 我會用這個法子 主要是一條數 人家欠了一定會收回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都不是說沒問題 因為之後 我都不是說這集經驗 前兩集就開始加入了一些歷史事件的劇情模式 譬如你要在幾多回合內去做某些事情 即是要攻略諾洋之類的 特別是女報那一段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在君主方面很難去表現 因為有時有些歷史事件不是在君主身上 而是在武將身上 可以說武將你怎樣去到這個位置 在武將你怎樣去力挽狂難 即是說你要去做某些事情 但人未現卿我又不是什麼特別的角色 我怎樣可以令到這件事件控制在我手上 其實是拿這個這樣的感覺 但我覺得都是那句 大家多數都會選君主 因為其實三國自本身有玩過大的 氣勢就是我們整個中國統一 然後轉了RP 就變成一個個人的歷練 其實一直玩下來的那個玩家的期望 其實有點不太符 雲仔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因為立了武將之後 你用的指令會少了 必須是遊戲會爽快了 十個 九個 三個字七裏面 都是搞了私人事件之後 才去做某一個 我去幫君主托一個國家的立詞 你是搞完自己的事件之後 才去幫君主托一個國家 我追上女生 不給你了 三個字七裏面 我第一件事做什麼 我第一件事是中暴私囊 將全世界的所有寶物 立歸自己所有 然後我去幫君主托一個國家的 當一個國家開始成形之後 我就將那些寶物分給一些厲害的武將 讓我半年全都落到我那邊 然後到我同一天下之後 我就會將他們 用一個不需要的理由 全部將他們殺死 然後拿回武將回來 這個簡直是劉邦 最後不是這樣的 我多好人 我幫你留給同一天下 另外中間裏面 三個字八都是同樣的系統 不過你說在裏面 差很遠 但這幾代有一個特點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越出越快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 牽涉到Windows的OS系統的問題 這一代是95XP兩對應 應該沒有幾錯 是 九八也是 九八 三個字七 有結婚就沒有生孩子 第八代終於追加生孩子系統 這個是不是成吉思汗那邊抄回來 我不敢肯定 我記得蒼龍八戳很早就有 這個應該用曹操的說 他們生了很多兒子 曹操的 曹操的 你每個回合都會看到有 好忙 那時候成吉思汗是 生孩子生女 那些公主都在來 跟別人結婚 你不是結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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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結婚可以增加有意 你不是結婚嗎 你不是結婚的遊戲 是女兒比兒子更重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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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代表喜歡她的兒子 即是她生出來吧 即是她生出來 他死亡的嘛,你明白嗎? 你死亡,你會彈性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通常那個兒子必然不出來之後,等他15年才打 我想說,當時那個世界,大半個,甚至可能整個已經是我 因為我都未出來,我就已經打贏了,他必然不知出來回家做 那些都是生出來去結婚的 三個字第七、第八集裡面,結婚的系統是什麼呢? 所謂的延內座,你老婆是非常偉大,你老婆認識這個世界上 整個三個字小裡面,沒有人認識這個妓人,全部都囊括了 學技能,學技能,你要找老婆 所以你要娶王月櫻 不是,你娶,不能娶王月櫻 你是娶司馬輝的,這個是他假設的一個女兒,養女 即是公我選 而天文這個妓人,本來只能在他身上學到 不懂,他懂天文的 沒錯 所以,我客觀而言,我覺得這個女兒 每個角色的樣子,應該是全個遊戲裡面最好的 應該公平一點,他這麼厲害的技能,應該他的樣子比較平凡 不是呀,不如讓他出去打吧 你說,你打是什麼?你真的打仗 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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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馬爾,你說的雨病很危險,令人誤導 其實你說這一代,他始終都是說 可能是說Shadow或者夏浩古不喜歡的人 他始終都是繼續深化 因為其實外奸裏面對七這一集 說,加入了這個什麼元素,其實是普遍的 他們覺得,第八集他們更加深化這個系統 除了一般的交換,還有所謂的敬敵 如果你殺了他父親的話,你殺了靈粗的話,靈痛一定不妥理 好像是永遠的 人世關係 如果我殺了靈粗的話 好不行 到街上售口 這個的確是到街上售口 很危險 所以我記得當時是永遠不散 然後自己找死自己 怎樣?你不是以得服人嗎? 不行的,又沒有這個 有這個選項,但做不到 這個精靈都是很暗黑的 根本都不光榮 有自由是一向都不光榮 還是殺了你,說你八次都不死 因為這兩代其實真的薄弱了 在君主的控制方面,其實他是由以往開始深化 到現在開始簡化了 因為其實多了太多個性上的東西 你很難用一些很嚴謹或真實的方式去控制 如果是的話,大家和管理一個組織是沒有分別的 你問我,他的元素都齊了 不過參賽制始終 怎麼變成一個遊戲 很煩的 我記得第八代沒有過第七代 他越來越多東西要加下去 他又沒辦法,一代一定要多東西 不然他又會覺得 你們的朋友都說,你幹嘛少了東西 不如說回第九代 不如說回第九代 沒有很多問題 最重要的我想說回第八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終於都有做的就是 所謂的補給線 當你如果一個城 因為他當時,其實第八代 是所謂的中央統治 即將所有東西是中央統治的 即是錢、糧等 你如果補給線斷了的話 那個城就會被孤了 你可以做一個戰略性 就是圍而成 天水圍了 可以 這個是第二集 這個最特別的地方 然後去到第九集 第九集來了 回來了 第九集到你說了 變得很厲害的第九集 為什麼你這麼興奮 第九集 有什麼令你這麼興奮 什麼這麼興奮 第九 你說得很興奮 我看第九集很興奮 其實當我玩的那幾天 其實太多集了 我也不記得我自己玩的那集 第九代也快 九代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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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那些什麼東西 就全部由這個所謂的計策 轉為這個武將的個人技能 就是一個武將 懂什麼的計策 不是所有的共用 是由它變成武將的技能 取代了 因為之前武將的技能 很多時候就是太屈肌了 武將的技能 我都學了 其實這個設計 最大的優點 就是可能充分反 比較更加能夠反映武將在歷史上的特點 而且尊重的是軍師的重要性大了 其實是因為 學得最多計策是什麼 軍事 並不是你的武將 那些不止計策的 加上妖術的 改變天氣 所以去到那一刻 軍師或民官的重要性 就是行軍那一刻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改變天氣 明明突然那一面 就下雨 然後大步 然後射箭 搞定 不需要出兵 不過我沒有記錯 這集應該是 沒有所謂的 叫做一格一格 沒有 沒有格仔 要攻就要攻 即便要攻 類似即時戰 可以嘗試導入 這件事 其實我是挺不滿的 老實說 為什麼 反而我是挺享受你 例如說行軍行的 這段時間 我真的數格仔 你這麼浪漫 我真的很浪漫 特別是你 如果大軍衝過來 我看著真的 老實說 這件事真的 我知道很浪漫 當你被人打的時候 如果你每次都要進去的時刻才能打 而不可以在外面怎樣玩伏擊 怎樣用格仔 圍圍單獨的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戰略的表現 其實我都說一說 其實我玩第九隊的時候 嚇得一跳 不是行格仔 什麼梅合制 我玩個梅合制 現在玩行格仔 我習不習慣 那時候是潮流所需 我是唯一最快的極速 是被人打爆 被人遊戲打爆機 就是第九隊 因為不懂得用 其實他想做行軍打仗的時差 即時勝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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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派一隊軍隊 打了一隊 你那個城 就會成為針通狀態 空城計 沒錯 什麼空城計 你沒有後面摘上去 你真是空城 我不是計的 空城 當然這一集中 最狠的計策 就是空城計 怎樣去用法 就是 全國 全國 我根本就是賭白頭片 全國再出去 你用兔人的東西 用空城來 這招好像以前也有用 很多集都可以用的 正經的意思是 首先是像一個圓形的框 就是你現在圍著它 但中間有一個城 把所有兵力都抽出來 那個城 變成空城 引軍入翁 引軍入翁 然後就包圍他 重點不是要抽出軍力 重點是連所有東西都要抽走 大家不要拿進去 正常 內閣直徑西 什麼都沒有 然後有一個更狠的做法 就是如果你想把所有武將 就要把所有武將都鎖上去 就完全沒有退路 那時候你要收拾 就要把武將去到那個城 一鋪過 連人大兵全部都拿去 就是攻陷阻 天堤圍 為勞大家 為勞開山 為勞開山 是這樣的 不知道是不是電腦 人工智能有筆 總之有城他就會去的 總之你一刺出來 他就會找人過去 他正常的 站在我們的立場 如果真是好人好者 你真是沒有人沒有物 很危險的 就算找個小小的關頂住 都好 有個城都要低 師傅 而你說這裏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分野北方武將 和南方武將 他們所學習的兵物 都是不同 騎兵和水兵 都是很重要 重視大家都是騎兵 北方的騎兵和西方的騎兵 是兩回事來的 配的馬都不同 總族 這是外族部隊 而這會影響他們的陣法 或者戰法 這裏已經有騎大笨象 我忘記了 帳兵 第八隊有 這裏有藍牙 有藍牙的 第八隊有帳兵 有多少 第九是用回 之前的武將玩法 用回一個國家層面 應該是軍主 但其實這集裏有一個比較的 萬族是非常厲害的 萬族是神經的 大笨象瘋 神經的 萬族 無論兵力前才 你不能夠想像 他是比中原裏任何一個群雄都重要強 所以是被迫著用妖術 就是要捉龍鬥妖 但他可能是 有些類似基戰原理 初登場那個特別厲害 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記得 這個人很深刻的就是大笨象 衝散所有的 射箭都射不死 很難對付 大笨象你射不死 但一件好的就是 他小兵沒有那麼充王化 你會玩拖截拳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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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常的東西 大大弱化了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救命 就是第九集 爽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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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很認真說一句 站在我的角度 都是劈的 你可以搞這麼多內務 這個可能就是 為什麼 兩種不同的玩家 我們這種 跟三個玩家 如果當你 可能只有一兩個成 那時候 你不介意 覺得很過癮 要去搞一下 做一個吹頂的公司 整個大北方美統一之後 三幾個陣 就算你委任了個別的太守 就沒有了幾個文官 然後你發覺很繁瑣的事情 你不要搞我 還要每個月叫我種種田 搞那些無謂的 加田 陷加 隔延來中市 循師市集已經算好 尤其成長 還用苦力 所以經過了幾代這麼繁瑣的工作 他好像 歸了原典 內海製應該說 在第二 之前歷代裏面 他把很多 他原典裏面的一些 忠實的湧蹬 就已經令他們離開了這個遊戲 已經是投向了另一種 另一些遊戲的懷疑 超級機器人大戰 最簡直是 三角無雙 喜歡三角無雙 我想問這個可能差開了 超級機器人大戰 那時候同期 但我發覺有很多 差不多 是中間那一段 但很多三角志的粉絲 走過去去玩 覺得那一面又是一些 出名的武將 變成了機器人 但他又是要圓一些他修 最重要是爽的 有插機器人 喜歡數格仔 火焰之文章 大家可以 數格仔 可以文章一聲 數格仔之選 計算你走到這個位置 我特地走走一個 就能屈你 沒錯 然後你說 兜兜轉轉 光明 去到這個 第十集 十集也是一個可以的 第十集 他真正把 這九集裡 他學習到的所有東西 融會成為第十集 搭債成精華版 我還有一盒東西 雖然我搬了屋這麼多次 它是兩張CD的 這個都要去到 這盒東西真是 以往歷代三個字的武將 其實是愈加愈多的 去到今集 那就是碑尼夫 650個 我沒有記錯 總共的人 很辛苦 要去搓機搓碑尼夫出來 黃月鷹 馬雲六 又要很辛苦 要完成任務 才能得到這些角色 他把第七、第八集裡 的特技 保留了 將戰法 都融合在裡面 武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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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 好像不是這樣的 大家會自動幻想 當然這個系統是順暢的 試行了一次 但那些竊戰是真的馬死對方 都說不答笑的 不要理他 我可以這樣說 竊戰的系統以一個遊戲性來說是高的 最後講一些對白 對白搞笑的應該是其一 就是那句 看你可不可以踩到什麼球 當你一拿回來 全部都是黃色的特技球 你一踩就直接插給你 當年其實竊戰有一個最大的步驟就是 威嚇是大了 講個嚇字 靠嚇字 講嚇你三話你就輸 當年應該說整個遊戲裡面 一開始 竊戰無論你自己是多高 你對著曹操都有機會 因為曹操是唯一一個會威嚇的事件高手 曹操是無敵的 曹操事件是很強大的 就算是按歷史計算 他也是超強的 人家真的可以用你擠穿牆 可以去淫屍 真棒 他也是文學家 那當然是 理人了 武場之中沒有幾多人是文學家 也有的 用了周瑜去捧 而你說這代另一個融合就是 他終於把一些叫做歷史事件 融合在一個普通的遊戲劇本裏面 他每一個劇本都是一個主要的主要是熱事件 其實以往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想玩一些歷史事件的模式 其實往往要開一個歷史事件模式 AI才會跟回那個行動 但其實在如果現在3、4、4、10裏面 我記憶中 他應該是當你開過時代 我不知道頭過多少年 他會根據歷史的某些行動 去做一個基準 所以其實這個會給你一個真實感 火燒、洛陽那些 其實你可以阻止這件事發生 但我不阻止 我喜歡看那個動畫去火燒 其實很想看那個活動 沒錯 去蕭蕭夏的 去蕭蕭人 早期黃巾的階段有很多蟲飛來飛去 經常有蟲飛來飛去 經常有蟲飛去 那個月你又沒有糧出 沒有飯吃 很慘 地震、罕災、水災 這些多數是早期一點 去到中段就有戰和 到後來就完全是藍眼入侵 你說戰和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無論我革命的難度也好 只要我當一個小武將 那個君主永遠都氣爆 他永遠都不會聰兵 哦 這個三國至十都算 你中言 身份事實是個人的 事實都有個人 對 有個人無色齊 我永遠都覺得很可惜 你中言 我這樣說 沒有分軍中和個人 即是你那個武將 現在擔當一個什麼的崗位 即使是軍中 也會出兵 你要多想想 其實阿巫蟹的問題是 當你一年兩年 都是在那裡中田 坐地 你都要停車 你出來做什麼 你現在是怕什麼 所以定止 現在 作為一個玩家就不太滿意 我要打仗 通常在三國事實中有一個 不有的AI模式 當你的軍主是NBC 而你是武將 即是你是高位的武將 他通常會卡一個人 我給你半年時間 你不拜託跟阿巫 打到他那裡 總之中途 他完全不理任何你的軍主 就是在那裡棄 這個應該是要你做到太守才有 即是要有你自己 成為自己的軍主 應該是順便的 目標一些 這個位置 當然你說今代 這一代裡面 再有一件事 他終於兜兜轉轉 都是說 匯合式 是比較好 當然匯合式 他都有少許改動 就是用這個 叫做 Action Point 去行動 即每一個行動 會消耗多少Action Point 而每個武將 在一個回合裡面 可以用到多少個指令 他是用這個 公平性 都算是回合制 先進了 也不是先進了 其實是用一些 穩打穩殺的 公平度是比較合理的 你每個動作是有不同的要求 即是沒有理由你走一步 還有你出一招是同樣的Energy 一個Action 不算是Action 而是Point Point化了Action 然後最後 十一 其實 是不是真的最後 十一 我沒有玩過 十一有什麼不同 我沒有玩過 其實最主要 以往的三個字 其實都比較 即使去到中段 其實用一些 水墨畫的形式 去表達一個場景 他這次其實 將水墨畫 進入3D裡面 其實是成功的 其實是成功的 畫面上是漂亮的 這個老實說 我覺得就是 看我小時候 穿完後面應該去抄他 哦 但是打法上沒有得突破 是沒有得突破 因為其實他最主要 其實是在技術層面 和畫面上的突破 而且你說到這個年代 其實他都不夠投入太多的資 這一類型都是奏下坡的 2006年 其實他當年最實踐的是什麼 是無雙系列 現在想一下 你卑尼夫那些 都在10那裡出賣 做些什麼新角色 給你隱藏角色 給你搓賣 其實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有的問題 你搓賣的話 你搓賣的話 阿力産那樣 所以就說 要脹壁腳軟 去到這裏 其實你說12 有沒有機會呢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之後那些 留在下載版 好 大家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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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下載版 好 歡迎回來 第2、3節的動物無雙 12有沒有機會呢 很坦白說 是很渺茫的 始終就是叫做 光榮 上年 上年之前 我忘記了 2010年的 我們合併了 跟Tufemore合併了 其實就 對他來說 雖然3個系列是賺錢 但是 現在都出現了皮態 其實是 他應該說 江榮一公司 某程度上 是有少少不思進取的 我跟阿樹玲 都在電話裡面說過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雖然現在的問題 是因為他被人合併了 而他做是第二 即是做弟弟 算了他的決定 應該就不是他去做事 但是今次見到 真三個無雙六 他加了那麼多 進朝那些元素 在裡面的話 其實他 跟著他又有死裡胡同 就是因為 人物出了那麼多 昨天都用完了 其實進入新的情況 就是他 如果假設了十二 第一個指點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他對打的模式 可以再加多些心思 或者這樣說 其實 我個人的解讀 為什麼他不夠 揽出十二的原因 因為始終 戰略遊戲很廣告一件事 AI 但是在歷代的三個字裡面 告訴我們 光榮的AI是不行的 這樣會有些 其實不單止三個字 就是 修復無雙都可以 其實我有稀記過 他跟Tufumor合併的時候 會令到 雖然兩間公司都已經是七零八落 但是 合併之後 互補不足 爛船總有三分 就是三分 你去到這個位置 會不會可以 吸納到Tufumor裡面的 一些技術人材 令到可以深化你的AI部分 你問我 我再卑鄙一點 如果你為了賺錢的角度 其實我講的方法 你加武將 已經是一個方法 然後你新的武將 有新的技能 有新的打的方法 其實已經在這個方向已經夠了 現在你要明白 這個 他當作是Sweet Writer 加人加人再加人 那個 那個 做雙的形式 做雙無雙的做法 做雙無雙的做法 現在已經不是正不正統 因為有賺錢 整個日本都是 畫上三國字 畫上三國字 畫上的光榮三國字系列 裏面 或者出了三國字英傑轉 可能更好 這個 這個簡單 最終就是12 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 真的有機會 因為其實之前 去到第九集 那時候 其實 出了PSP版 其實是一個試水溫的 因為他知道 電腦平台 不能夠為他 對待太高的利潤 而這個 這樣的利潤 去到哪裏 其實一始終就是 翻版的問題 其實沒有人解決到 而你說 PSP 你要追求一定質素 而就是說 亦都可以 給一個Sony 一個信心 就是說 三國是有一番粉絲的 而可以保證到一個銷量的話 第九集其實是一個試水溫 所以12集 如果會出的話 理論上 我相信會在PSP那裏出 多一點 NGP 嘩!NGP出這些東西 你PSP就快 完了 你會約出來 夠多少 iOS 它似出比iOS 太多 iOS 有期有 你想想 當年你的PSP出的 PSP更紅 他會問 就是NGP 以前那一期的信仰之夜望 天道加了什麼聲音 我沒有玩 不好意思 你問信仰之夜望 如果 因為有用樹齡的立論 就是信仰之夜望 是幫三國志做一個試驗 其實這樣說 我覺得信仰之夜望 它有一件事 你可以說它的譜 都是像三個試 但有件事比較特別 它打法有點像LC 直接提醒 它連彎都不是 你這麼進行 它就慢慢去 因為剛才 GP一開始 他上一集說 就是用一個比喻 信仰之夜望之後 就會有三國志 新的一代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想推測 三國志的第十二代 信仰之夜望的天道 那個case 其實是一個指標 從中看它有什麼東西 可以變成借鏡 所以這個可能 聽眾幫我們去找這個真相 十一代 十一代的時間 很久了 零六年了 是啊 已經十五年了 是啊 所以 會復活的機會 越久就越低 最久的那次應該是六年 不過那時候是三國志 那時候 沉積了那麼久 而信仰之夜望 就是09年的時候 所以問題就是 出了信仰之夜望 接著是否跟著 例如明年 還是今年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今年 而且天道的時候 有玩的 我想其實最主要是 今次為你加了銀板 加了東西 我想其實 更多一些 就是跟外交 那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如果他有心要做下去 其實只要多加一二百個武將 其實這個是九級人力 其實可以 拿回舊版來remake 其實是OK的 所以我成員不如 就是要避免這個英傑轉 好了 我想要說 就是光明 除了這個正轉系列之外 其實他的外轉系列 其實都毫不信息 那種武程度上 是更加好玩的 首先就是 他第一個 我想第一隻 其實並不是大家所熟知的 那個叫做 英傑轉的東西 其實叫做赤壁之戰 這個真的我也不知道 赤壁之戰是 什麼的 PC PC 這隻你玩過 我真的有玩過 其實有一隻叫做赤壁之戰 這個術來的 不過他那一隻 其實都是 兵的概念 其實都很重 就是你要一隻 RPG裡面 你要維持軍力 其實都要買軍糧 等等 其實都很重 這個正轉裡面的一些元素 不過看到RPG化了 而你說SLG化的話 第一隻 應該就真的去做英傑轉 嘩 這個英傑轉 簡直令我們到現在都不斷回味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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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問我玩了多少年 後來我換電腦之前都偶然拿出來玩 我是曹操轉粉絲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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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玩 三個系列 三集都很好玩 英傑轉 他們當時做了一個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純壽司 武鬥格 有一格格走 我猜 那時候很過癮 分六年 當年推出 1993年 我上一集都看到 火焰之文章 超級機械人大戰 王家騎士團 這些全部SLG的大作 是突然之間 光榮是紅心壯志 他沒有試過這麼有紅心壯志 這次是成功的 是的 在紅旗出了一隻英傑轉 而你真的看到 英傑轉那個Cut-in模式 好像是我們以往的機戰系列 其實是很大路的 之後的機戰就接了棒 那種的打法 劇那一年代是流行這件事 但他是一個很正統的大路的劇 你說他很特別 他除了用了三角的背景 他本身的遊戲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特別 也不是的 其實他中間用了很多三角演義的事例 即是他的賣點 真的在三角那裏 到現在我都在爆到 把幾波就是長版波子戰 要帶著市民 一定要帶到一個市民 一定帶到一個市民 可以保持 我可以玩到 我可不可以踢那些幾多次 很煩 明明我可以走兩至三角 他要走錯路走一格 明明我向左走去向上走 算了 說明明 大家理解 你說是他把三角正傳 即是一些歷史事件 變回 做一些劇情 三英戰旅報那一段 真是好玩 真是要擺明是老鬱旅報 這套真是打明正常 我是用三角演義劇 但是很好笑 他是超版的 有些同場跟他的歷史的嚴謹 是不成正比的 他最好笑的是 他真是張那一件 我們說不是歷史 是三角演義的事 三角演義的形成 然後他就說 你這麼Q版的關羽 這麼Q版的張飛 張飛真的是咆哮 喝斷橋那一刻 他拿了超過幾十人大戰的經驗 所謂的怨念 一些武將必然要死的關卡 你如何扭轉歷史呢 其實這下是拿了 這是最好玩的 然後關羽是可以未死的 這是最好玩的 後來就是隱形角色 然後他說 哎呀 夠不夠大哥嗎 以為一見臉就認了大的頭 很好笑 然後有神秘人 然後樓斌說 這個身形 禮服無緣合亂入 你說你肌無傷嗎 不是啊 那場很好玩 因為你去到儀靈 後期的部分 應該是死錯的 他說 這個神秘人是誰 是誰 我是露過的 我是露過的神秘武將 我是露過的神秘武將 你很純實一點 很純實一點 其實是魔術師多一點 沒錯 最沒有實際的 是一種叫做軍樂隊 真是經典 但是他應該是早期的 故事的前幾個情況 有軍樂隊 後來沒有了 有的 都有的嗎 馬鈴是軍樂隊 是啊 對 你很可愛 一個馬鈴十字 你多了unit之後 就可以選unit出 之後你就會有一些 所謂的轉兵種的書籍 這些當然有不同階段 有二轉三轉 搞到現在我想再玩 好懷念 好想去remake 好東西也不明白 這個其實你出版 我覺得是絕對有粉絲 我一定會買正版 OK的 一定有銷量 還要開出精品 有Q版公仔 沒錯 開出帳棋 你出了一堆卡都過癮 因為歷代的三個字系列 都沒有這隻平衡 告訴你 實際上 我早期都要靠這個攻略本 因為有些 其實要過event 就一定要攻略本 其他那些可以不需要攻略本 對我來說 這個是需要的 對我來說 如果只是爆機就一定不用 但你說要過event 攻略本 對我來說坦白 這是一個must 對這個是需要的 所以我爆了十字幾件事 就是因為我是不停去寫 你人肉自己寫成那本攻略本 我是寫了 我剛才想說 那時候他寫了一些攻略本 這傢伙就是 可能就是我看女士寫那本來玩 可能是 原來是這樣 雪靈大神 真相解開 十幾年的謎一次 終於真相太白 另外你說 鷹結傳 當然是說莫大的成功 但是光榮一向都是 在他第一次成功之後 他整個人就會落盡 簡單來說就是炒冷戰 然後他第二隻 你說孔明轉 孔明轉 不是叫孔明轉 是叫餓龍轉 這遊戲真的 可以忘記了 沒事發生 應該說他取材方面的失誤 他拿了就是 由孔明出生 到死後 其實應該是 孔明死後 都更能打 孔明死前一點 其實是很卑微的故事 是說孔明死後 的故事是著迷很多的 但是哀嚇者 是沒有興趣的 因為他的劇情的重點 由孔明出生開始 你很多三角大家熟悉的劇情 演織或者演織 是因為三角演而害了我們 所以現在真三角無雙六 多了俊朝後 後來的諸葛丁 夏侯啤那些 是對於一個 史實的正面一點的認識 其實嚴格來說 那些是漢朝 我們現在 就是前面那一句 嚴格來說 我們比較熟悉的 董卓入宮之亂 那些 漢末 應該是漢末而不是三角 而另外 最大的問題 其實 俄龍轉 或者之後 有一個叫做 孔明轉 最大的問題是 兵種少 而是你的兵種少 敵人很多 敵人呢 剛才說的外族那些 很高 他們有很多軍界 但是你呢 軍事 騎兵 騎兵 人家有西略騎兵 人家還有一些 你也有殘重軍事 總之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明星 而他們的策略是很多 比地多 你是永遠都用不到的策略 有些 這是 我想對於一個玩家來說 不是那麼開心 不是那麼開心 應該這樣說 沒有東西給我玩 我給別人玩 電腦在玩遊戲 你錯了 政府的宣傳說 不是弱玩你 是你玩遊戲 遊戲玩你 你一同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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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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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這一集你的唯一貢獻是這一句 而叫做什麼呢 其實這遊戲被譽為 有人說 孔明轉是光明的轉變點 由盛而衰 所以我永遠都是壞的英傑轉 英傑轉 然後又曹操轉 孔操轉也正 真正 真正 痛定思控 再來一次 曹操轉 正 曹操轉是不錯的 無論在原本的故事 或是原創故事裏面 他做得出色 我記得是加了多少原創元素 是終神之讀 最主要是所謂的終神之讀 他是幫曹操平反 他裏面曹操是不想做皇帝 他最開心是這段 他不想做皇帝 這個看上去 其實是合理的 雖然正是因為有這個信徒在那裏 如果沒有信徒的話 神敢做什麼 他也導入了很多裝備元素 孔操轉和英傑轉 英傑轉不需要裝備可言 反賞 總之說 你去完成任務 八十日幻又是世界 不需要裝備 曹操轉是把武器裝備 倒入了很多不算力的元素 就是我們一般認識 所以令到這些裝備的價值就會高了 曹操轉的系統是比較現代的 曹操轉是要先找寶物 先找寶物才去行 但他比較清楚 我覺得他難得肯選曹操的角度 因為以江榮來說 一直都是演義向 熟漢是主角 其他那些 要是反派 要是劉羅 所以他和餓龍轉是兩個極端 剛才我說的 他是刻意幫曹操的翻案 這是他很大的突破 都不止曹操 就是曹操的手下 通常你在一般的三角演義 即是三角志的遊戲 曹操手下的能力和正史 明顯是有相當大的折扣 很大的折扣 最少打了個八五折 最少有些折扣 五指良將的數字 最慘是李典和樂俊 他們在正史裏面沒有這樣 是五指良將來真的 為何會弄到這樣 弄到十幾 其實迂禁也很可憐 張俠更慘 張俠變了武力品彈 張俠不是這樣 張俠是懂得變數的 張俠很厲害 所以這次 如果你說可換性 曹操轉不算是最高 但他的新的視野 而且他的事件是有趣的 過去幾個證券是沒有出現這些東西的 即是接皇帝 又好像有一次是吃飯的 張俠那些事情 那些橋段是很新穎的 你玩下去除了遊戲本身 這個橋段很有趣 這個還沒見過 這個吸引 我記得有一個是吃飯 我記得是夜宴 我記得是夜宴 唱下的東西 怎麼會死那幕 我忘記了 總之因為印象很薄弱 但我記得有一幕我突然笑死 為何會一起吃東西 那些 真是太緊張了 整個遊戲的演出是特別的 而且視覺也是 曹操那邊 大家玩三角鏡 其實很少會從那邊角度去設定 例如在演出的 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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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趙雲 那時候會有公式 英雄 做英雄 就算最後 劉仁 單挑殺了趙雲 但那一刻你不會覺得有個反感 你會覺得 各位奇主 我都不相信 我都覺得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我們都是一個好朋友 劉仁 劉仁 他搞得很不錯 劉仁 當然 他把一切的東西歸咎在大魔王的身上 但是 悲劇就在於 完結這集 沒有後面 對 為什麼呢 是有先權轉的 劉仁 其實應該是合理的 但是 我沒有數據 因為 曹操轉 不是票 收市 或者是 其實 某種程度有非戰之罪 因為去到那個年代 這些 所謂數格仔遊戲 其實是一種 開始滑落 開始滑落 但是 其實講真的 我覺得 始終是超級幾十人大戰 那一類太爆 其實他們編了另外 我想他們是兩批的消費者 我問過一些人 其實 他覺得我很驚訝 為什麼你會玩鷹鐵轉 都完全跟正轉那些兩樣玩法 覺得他應該是兩批 變成光榮是吸納到一些 喜歡玩這麼一格格 很可愛的人 又或者反過來 就是之後 到第八 第九 就開始把這個東西放在正轉 我自己個人的分析 其實本身 在三個字 鷹鐵轉裡面 其實 他創了一個先河 影響了台灣那邊 很多公司認識到 就是 他們知道 他們不能夠做到 一隻正統的三角字出來 但他看到就是鷹鐵轉的相機 所以其實之後 就出現了很多 三角群鷹轉 哦 台灣是出一個類似三角字 三角演義 出一個類似三角字的遊戲 有一隻叫三角演義 那些最神奇的地方是 他用PCC做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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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國語發音 這是很難的 所以說 某程度上 其中 瓜分了 瓜分了光榮在這個市場裡面的某種的人數 因為其實始終就是什麼呢 在三角群鷹轉裡面 他導入了很多叫做 戰術元素 當然你可以說 他不是一隻很正統很正統的戰棋 但是某程度上 總有一班人 會讓他覺得 這個玩法 這樣才是好玩的 而令到 回到幾年之後 出鏡 因為其實 很明顯是一個大敗筆 人們已經怕了 到真的出到草草轉的時候 其實人們開頭都有個卻步 雖然你說好玩 但那時候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翻版市場 你始終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而 就算買正版的人有多少 而買正版的人最重要的是 三個字的遊戲是偏貴的 給我一個 一個中華 一隻四百多塊的遊戲 和一隻九十八塊的三角群鷹轉 你會選哪隻 我會選一隻九十八塊的三角群鷹轉 但我覺得收群鷹轉好像不能買 三角群鷹轉都是買版的 就算買正版 就算買正版的時候 那些人一看 我真的想問你 我是買日本版 當榮的正版 我當榮的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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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會特地訂的 在香港 不容易買到的 要專程去訂才有 去到這裏 其實今天講三個字的 這個光明三個字的題材 去到這裏 看看入後有沒有機會 講一些更經典的遊戲系列 好 今天到這裏 拜拜 拜拜 好 今天到這裏 拜拜 拜拜 好 今天到這裏 拜拜 拜拜 拜拜